蓝先生您好 在长达70多小时的工坊 最终柯文哲连保释金都不用交就当庭释放 这说明了什么问题 而金华城弊案柯文哲算是成功脱身了吗 后续还会有哪些司法挑战呢 这个显示出检查机关所呈现给法庭的初步的资料 他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柯文哲是严重的涉案 换言之也就是说法官他认为柯文哲牵涉到这个弊案的程度并不重 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参与所有足够有法律证据判他是涉及贪赌的 例如说这个都市计划的委员会他没有参与 然后他本身也没有在最后的这个法律文件上 或是公文文件上可以成为证据的 那么提供所有的一个资料 这是检察官第一个没有办法在公文的程序上证明柯文哲牵涉到这件事 第二个也就是检察官所谓的有不明的资金的来源 也无法证明跟这个案子有关 这个最主要的就是因为检察官所透露出来的一些资金 这些所谓的这个不明的财产的来源 这个是数额才是太小了 因为这个案子涉及几百个亿的新台币 怎么可能会是上百万的这么一点点的钱就会跟他扯上关系 所以法官他很明显的就认为检察机构所提出来的这些所谓的 柯文哲涉及重大的贪图弊案 这个不予以成立 那因此法庭就认为连这个收押都不可能 那么甚至连交保也不需要 而且不是赐回是请回 这个意思也就是柯文哲没有涉及这个金华城的这个弊案 我想如果检察机关要再度的对柯文哲要传讯要提醒积压的话 他必须要有新的证据 不然的话柯文哲在这个案子目前初步来看的话是脱身了 确实如您所说 现在柯文哲无包请回需要更多的证据 那么事实上我们也知道 柯文哲在台北市长任内留下新五大弊案 除了金华城案 其他几颗未爆弹还会有更大杀伤力吗 以及有评论说政治现今假账风暴 柯文哲错信了端木正李文宗 而在金华城案他又错信了彭正深 柯文哲是不是有识人不鸣的问题 经过了这次风暴 柯文哲又如何痛定思痛来稳住民众到底盘呢 好 先谈五大弊案 这个五大弊案是媒体在传说的 换言之也就是说 它可能牵涉到政治上的恩恩怨怨 因为柯文哲上来以后 对于郝龙斌任内的很多的重大的工程 或是重大的案子 他基本上是推翻的 所以两个人是有心结的 在这个部分里面 我们看到媒体所谓的弊案 到目前为止都是媒体在说 而并没有检调机构进入直接的调查 更何况柯文哲卸任台北市市长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那么这一段时间以来 我们也没看到检调机构对于其他所谓的四大弊案都有介入调查 目前来讲 唯一的最大的弊案就是金化成这个案子 这个金化成案子到目前为止 法官都判决是无保 那个请回 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地方来推论 其他的所谓的媒体所说的四大弊案 那检调机构要立案要成立 恐怕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就是所谓的世人不明的问题 不问者难拖其就也难拖其责 换言之也就是说 他的副市长涉及的重大的弊案被收押境界 这个当然他作为一个提拔的一个长官 那他当然要负起政治的责任 例如说他的所谓的会计公司或者是财务的部门里面 对于整个财务的资金流向不明不白 这个柯文哲在督导这个部分 他也难持其就 因为这个是他所谓的几十年的交情的朋友 他唯一能够认识的人请他来负责 结果财务却搞得这么的一团招 这个柯文哲他基本上都不能够推卸责任 但是这个是属于行政的缺失这个部分 行政的缺失一般来讲 我们看到他的支持者在这个事情上 并不会认为柯文哲犯了重大的贪图案件 所以在这个未来的民众党的清理 整顿或者是建立起制度这个部分 柯文哲可能他必须要再努力了 换言之也就是说怎么样把他体制化 怎么样把他法制化 那么在避免用人方面出现问题 我想这个柯文哲他本身必须要留意 而且他不能够再犯同样的错误 是接下来呢 柯文哲得要好好的整顿民众党了 在用人更要更加清楚的了解他们的情况 但是我们看到这次柯文哲他也控诉 他说司法机关在这两天是极尽压迫领虐 民众党也怒批北剑提抗告 是要捏造罪名栽赃诬陷 那么从这次针对于柯文哲的侦查 针讯来看整个过程 是赖金德政府针对于 政敌的一种政治追杀吗 就您观察如果是的话 那么赖金德的目的达到了几成 不能排除这个是政治追杀 换言之也就是说太多的偶然 我们都知道在台湾的政治 严格上来讲是没有所谓的偶然巧合 如果是偶然是巧合 那我们基本上都会认为是背后有一只黑手 在从中来运作 记得我在上次在您的节目里面 我们也有谈到政治人物一旦碰到钱 碰到数字 他就是一定是说不清楚了 所以先有这样的一个政治献金案 接着就把这个金华城的这个涉及贪赌案就爆开了 这个就很明显的第二次的巧合 那就不是巧合了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您也看到了 赖金德接受专访 而在8月31号 因为他的专访是在之前录制完成 9月1号才要开播 可是8月31号就有新人士就把他释放出来说 赖金德特别讲到不分哪一个政党 证据到哪里就半岛哪里 好像他要扮演一个包青天 一个青莲的一个角色 就在那一天柯文哲被收押 被收押我们也看到了 9月1号他的这个录制的视频 出来了以后 晚上让柯文哲被无保请回 赖金德似乎脱离不了关系了 换言之在这个过程中 AIT也有去关切 想要了解这个事件 也就是说他很有可能会引爆出 如果是赖金德的政治破坏 政治追杀 那么就会引起了这个政治的丑闻案 政治的丑闻案就会使 这个美国华盛顿的涉台小组 也就是清台的这些小组 这些国会议员 他们也就变成颜面 就颜面无光 那这样的情形也会引爆 华府的政治风暴 因为在华盛顿里面会有另外一波人 攻击这些所谓的清台的人员 清一个去对于关键少数政党领袖 实施政治破坏的事情 你想想看这个事件有多大 所以目前来讲 柯文哲他们往政治破坏的方向 来去操作 这个会有作用的 因为我们也留意到这些小草 又重新回到柯文哲这边 这个对于赖清德也好 对民进党也好 是一个重伤 确实究竟是不是政治破坏 当然各界也都持续在关注着 我们进一步也想请教赖先生 关于赖清德上台以后 就高举苏坦大旗 对蓝白阵营呢 可以说是连环的出击 想要以此来树立自己的威望 排除异己 那么您认为这下一个目标会是谁 双少数的赖清德有可能借此位 罢免朝铺路 从而拿回立法院多数地位 而改变超越格局吗 赖清德的这一次 我想他提到铁板 因为北院的这个法官 他对于柯文哲认为 无保请回的这样的一个判决 显示出在柯文哲被检察官 开始征讯的时候 很巧妙的8月28号 郑文燦被提前 那么交保2800万立刻筹出来 很多人就在传说 这是他要管控更大的政治风暴 换言之也就是赖清德的清廉 事实上已经被视为不是清廉了 而是一种政治破坏 也就是说利用柯文哲的案子 把这个郑文燦提前放出去 让他可以串供 或是让他可以去阻止更大的损害 所以赖清德本身的 所谓的不分党派 有证据到哪里就搬到哪里 碰到柯文哲的这样的一个案例 被认为是政治追杀 政治破坏的情形下 赖清德本身的所谓的清廉 事实上是受到质疑了 有人认为是拿司法工具 去破坏政治人物 所以如果赖清德要数位的话 他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去追杀 这个民进党的这些从政人员 例如说鸡蛋的弊案 例如说封电的弊案 如果他能够把这些拿来追杀的话 才能够确定他的 这个不管哪个政党 证据到哪里办到哪里 不然的话 包括高端疫苗等 赖清德根本逃脱不了